接下来看回宣 回宣的话其实基本上就是 你最讨厌的事情加回宣就对了 因为从故作嘛 OK 比如说1加到99 那你千万不要傻傻的拿计算机出来 1加2加3加4加5 1加到99 当然是完全 比较稍不是OK的方法 但不会用资本 要聪明一点的话可能用Excel Excel怎么做呢? Excel可以什么? 1到99 你可以什么? 1然后向下拉 加1加加到99 然后把它上一下 有没有OK吗? 稍微再更进阶一点的话就写个程式 那程式会不会用的话 第一个各位可以看到 我把它弄一下 基本上的话呢 这边会出现加总结果 就是 4950 首先的话怎么样撰写这个程式 第一个你可能要知道一下 两个东西 第一个的话 就是所谓的负回圈 第二个的话就是 我们需要产生1到99的清单 就有点像是我们开Excel 开Excel的话 如果你要加总 你是不是需要怎么样? 需要在这边产生1嘛 然后向下的话 当你按Ctrl键 它会一直加嘛 加到99 这个有点笨 OK 这样子 好 可是问题来了 你要怎么样建这样的一个清单 特别是在Python里面 你需要学会一个函数 叫做Range 明天虽然跟VBA里面Range一样 但是实际上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 这个Range的话实际上 所以你这个地方可以增加一个变数叫I FOR I IN RANCH 然后后面特别注意 叙数的话 你跟大家讲说 你这个清单要从哪一个开始? 所以从1开始 到点之后的话 所以第2个参数 请问一下 你这个参数是要到哪边停下来? 这个要停下来 它就是不输出 所以你要到99的话 你就是要输入的是99的下一个数字 特别是100 第3个参数的话 请问一下你中间要间隔多少? 间隔1 1下一个就2 下一个就3 不过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一般一色都是1 所以其实0.1 你不输也没关系 所以其实只要一个头 一个尾 尾的话就结束 所以1加到99是100 然后刮骨 所以range的话就帮你产生一个清单 类似像刚刚我们也塞了这样的结果 我应该可以理解吧 OK 然后冒号一下 表示说呢 这个程序我回圈叙数 结束了 到这里冒号 Enter 再来的话呢 这个时候 i里面的词 有没有 它就会印 印这个range 意思是说我会把里面这个清单一个一个搬到i里面 所以他会先搬1进去 所以i 第一个数字等于1 然后下一个的话呢 这等于2 直到 199了 100就停了 所以会输出1到99 那我们其实可以在中间做一些事情 做什么事呢 把它累加起来 那累加的话就是什么 i 所以什么 i等于i加 把自己再加什么 就是所以这个地方需要有个变数 这个变数的话也许我们给它移到ans 就是最后的结果好了 答案 等于什么呢 i加上什么呢 加上 自己本身 所以你可以再把什么 i这个值 再加 加上ans本身 因为ans预设假设是0的话 所以我们可以加上ans 那它其实运作的方式是把后面计算完之后存到前面的意思 不过特别注意 这个ans的变数 如果你是放在for回圈的话 它会是 就是 for回圈里面的一个变数 等于区域变数 也就是有点像抽屉里面的东西 里面拿出来的话别人看不到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拿出来的话 请再别注意 你必须在for的前一行加一个 叙数 叫ans 等于什么 等于0好了 意思就是说 我先把ans这个变数呢 直接先创出来 然后创出来是放在全域里面 大家都可以有点像放在桌面上 但是你假设你第一次产生的时候是在for回圈里面的话 只有在这个回圈里面可以被存取 外面没办法存取 所以将来如果你twin的的话 会没办法twin的那个ans变数里面的资料 这个可能要特别小心 所以这个地方需要先 转到 等于产生这个变数 然后再来做 累加的动作 所以他这个i呢 大概第一个 他是0加1 存到前面去 那就1 然后再来的话 1 再把2 下一个 然后再加上他原来的1 这个也加了 OK 所以最后的话 我们可以再把结果给print 所以一直加1,加2,加3,加3 最后的话把结果print一下 这个比较长一点 这边有写出来 把加种结果再把它print出来 如果print可能要注意一点 就是说呢 因为他加种结果是一个整数 然后呢 如果我前面还要加种冒号的话 它是一个文字 必须转型 OK 转型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把它执行 它就会帮我顺先1加到99 并且把结果给print了出来 OK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吧 这里可能比较 会需要注意的 就是这个NS产生的时间 如果他第一次产生的时候 是在这个4圈里面的话 那你假设了这一行没有 比如说Ctrl-1 它会发生什么状况 你把它执行的时候 你会发现 Nan-el 为什么Nan-el 因为他找不到这个变数 为什么 因为print的时候 我刚讲过嘛 你如果在4圍圈里面 它是没有权限去存取4圍圈里面这个变数 那怎么样才会有这个权限 很简单 你让外面 先宣告一个 OK 那这样的话呢 print就不会出问题 这个可能要特别小心 画面先黄点各位一下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今天的话也许我们就先讲到 这个回圈的一个 范例 那下一次的话呢 我们会再做其他的变化 OK 那回去的话请各位 就是再多多练习 我一样会把影片 转档上传到 这一个论坛 OK